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去年7月28号在SRC案件当中 被判罪名成立之后提出了上诉 那上诉庭今天起展开12天的审讯 不过辩方律师却在开审的第一天就要求展延审讯 纳吉的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宜以取得各种文件为由 要求展延审讯 在控辩双方针对这项申请而展开的唇枪舌线下 上诉三思最终决定审讯日不便继续开审 上诉庭今早9点40分左右 开始审理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的SRC案上诉申请 基于防疫标准 媒体记者只能在会议室以视频转播的方式聆听审讯 纳吉在上诉的第一天就申请了推迟审讯 代表律师沙菲宜就已需要获取新加坡和纽约的文件 要求推迟审讯的 不过这个申请马上遭到法官的驳回 审讯继续进行 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宜是已当事人已经入禀国内外法庭 希望通过获取一些文件得到新证据 要求将审讯展延至少一个月 根据沙菲宜这些文件包括涉嫌接受高盛集团贿赂的 伊马公司职员名字和国家银行前总裁 丹斯里杰蒂家人的银行文件 他表明有关申请和伊马公司以及SRC案件有关 才会要求展延审讯 上诉庭三司之后一致认为 辩方要求展延的理由不够充分 因此驳回申请 负责这起案件的三司分别是拿都阿都卡林 拿都哈斯扎那和拿都瓦兹尔阿兰 今早的审讯是由阿都卡林率先审理 这也是纳吉第二度要求展延SRC上诉案的审讯 纳吉早前因为挑战法庭将案件转至高庭审理 才将原本2月12号审理的上诉案推迟到今天审讯 上诉庭责定这三个星期的星期一到星期四 12天临审纳吉的上诉案 纳吉也会在上诉期间 罗列307个理据证明自己无辜 巴特空间陈伟伦不成报道